今天要介绍的是冰城Ballet Brow必去特色景点TOP10 Countryside Stables Benang休闲马场坐落在Sungai Burong乡村内 这里饲养了超过12种马类 入门票包括了喂马的食物 让游客近距离喂食它们 此外,无论大人小孩都可在这里体验骑马哦 Mari Home度假屋由于是在高山 而且四周还被树木包围 让人有身处在仙境的感觉哦 除了环境优美之外 这里的服务也是得到许多游客的认可 绝对能让你抛开烦恼尽情放松 宝圣园是个以榴莲为主的民宿 里面种了200多颗榴莲树 还提供榴莲自助餐哦 民宿的部分则是以回收的再生木材建造 据说有调节湿气和温度的功能 还能闻着榴莲香味入眠 喜欢榴莲的朋友一定要来体验一下 位于Sungai Rusa的孟田休闲农场 饲养了大约15种动物 还栽种了各种有机蔬菜 游客可购买食物并去离喂食它们 此外,农场内也设有开放区 可以和小动物们玩耍哦 客家山寨坐落于海拔三百尺的小山上 这是由百年老屋改变成的客家山寨大屋 依旧保留了许多客家人的传统用品 非常具有怀旧气息 此外,还可以享用传统客家菜 猪脚醋,芋头控肉等都超好吃的 来到沙能牧羊场不仅可以喂食及抚摸羊儿 还可以看工作人员示范及羊奶过程 现场还能喝到新鲜的羊奶 在这里提醒大家 超过20人的团体需提前向负责人预约哦 如果你喜欢叫外骑脚踏车 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 佛罗山贝的稻田提供租借脚踏车服务 沿路感受淳朴村民的生活之余 也不妨到稻田中的艺术货柜低画打卡 从刚才的稻田穿过一个小遗村 就会来到Pantai Marindo海边 这里可是冰城数一数二看日落最美的地方 每到傍晚时分就会吸引许多人到这里拍照 一盒豆扣厂可以说是冰城的老字号 负责人在豆扣园已经耕耘了50年之久 访客可以聆听负责人讲解 豆扣的种类与制作过程 还能喝原汁云味的豆扣汁 当场也售卖多种豆扣产品让游客购买 佛罗山贝罗马天主教教堂 是马来西亚第一间以客教化传教的天主教教堂 已有百年历史之久 雄伟华丽的建筑也很适合拍照打卡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我们哦